能吵的那一集是因为我不在 哎呦 你的意思是如果你在了就会想的过来很帅 你觉得相亲靠谱吗 靠谱 分情靠谱 我觉得不是很靠谱 不是很靠谱 你是问每次只有我是一个蛮人 我觉得就是父母和朋友介绍那种相亲靠谱的 但是那种要花大家钱你可以认识几个女生的那种 就不太靠谱 为什么呢 主要我觉得他们赚钱 你拖单了就不会再有需要了 所以他们的模式一定会变成 努力收你钱 然后给你介绍 不成再叫下一个 这种就逻辑上都不靠谱 你会发现现在一个观点是 相亲他其实是一个省略恋爱过程的那么一件事 所以你没有相识相知 他带有极强的物理性 两个人去认识 为了结婚而结婚 对 为了认识而认识 他没有一种自然相同的状态 有一个相亲机构 他是帮你迫劝认识那个人的 因为可能你很游戏带你 比如说你是个女生幼儿园老师 很优秀 但是你这个圈子里 你没有办法认识那个人 你相信就可能让你认识那个人 但是不能作为那种产业链 就是有固定的那个人 就天天负责认识一大堆人 这种就是过分了 不靠谱 我觉得相亲他的前提是 家庭条件还算相仿 能当够对一些 虽然说没有他常常说的 那个恋爱相知相识的一个过程 但是你不妨把他看成是一个 便利的一个方式 他是直接过渡了 我也会修好了相亲的一个 但是莫名的 比如说人家组织聚会 或者是带着一个女生跟我认识 就我会 本身带有思想压力 就是我是为了 要认识他而认识的 就我们是不自的 就是人内心就产生抗拒 我觉得你对相亲这个东西 就是你 四个人 对 你又想要佣资的人 还想自己去碰 还不接收别人给你介绍 对呀 就是我之前吧 我觉得如果啊 我爸爸我妈妈不给我介绍对象 你会觉得很受到了那个 都侮辱 对 对 是我找不着对象吗 那后来我在那个之前 那个单位工作嘛 我发现我身边很多人都是相亲 凑在一起 而且他们的感觉也很好 就让我慢慢的去 打破了之前的那个偏见 我是希望遇到一个 先认识合适再结婚的 所以我一般就相亲 我会跟那女士说 你别把她当成相亲 我们俩就聊聊 如果觉得ok合适 那就是再去发展 你也别有那么大的压力 对 我这样做的话 对方也可能觉得舒服点 如果对方是真的那种 冲着结婚去 那就筛选掉了 你们参加过相亲吗 有朋友介绍过 但是就是在手机上里聊 就聊不下去了 我妈 我姐 他们都会在家里 给我筛选一些很优质的 单身男性的 就是你家里发现那么多好 然后给我妈一问 人家还说 哦 我们不挑门当户队 我们就看两个人 省事前后一合 这真的是相信吗 不过我觉得眼神说的 门当户队不是 嫁人同等 就我有车 我不需要你有车 干嘛俩在车上去 竞速去 我很有钱 我不需要你那么有钱 我反而需要一些钱 买不到的东西 比如我是博士 我不需要你也是硕士博士 我可能需要你 哪怕大张毕业 但是你工作经验很多 我觉得是一种復古 你有我没有的东西 但很多人不像你 对啊 因为有很多 小姐妹都说有一期视频 说咱们几个虫 哈哈哈 他们追求 追求这个东西 我有 你也得有 你漂亮我也得 对啊 你们吵的那一期 是因为我不在 哎呀 哈哈哈 你的意思是 如果你在了 就会想得我俩很帅 哈哈哈 对啊 对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